我觉得这次比如河南发大水灾情这么严重 我只是想起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 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在四川 当时我看那场灾难和这场灾难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国际社会的反应不同 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日本的每一家便利商店 全有募金 这是给募款的 像香港 当然台湾也是嘛 包括欧洲 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报道 中国的官媒天天宣传 哪里哪里有给我们捐了多少钱 这个大家都是感谢 这次河南发大水好像完全没有 但是各国的红十字会 作为一个理性的 每次互相帮助会捐一些钱 一般发动民间的这种捐款没有了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最近 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 都给台湾提供疫苗 这个也是跟过去台湾 说真的地缘政治是很远的国家 其实交流也并不是很多 另外一个他们的国内经济也并不好 疫情也都是蛮严重的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 这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有一句话叫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嘛 就是说很明显就是这么多年 中国的特别习近平上台以后的 中国的外交 在国际社会上已经朋友越来越少了 那么台湾这几年 在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 这感触很深就是中国人 还有这个中国民众 中国的选手都被中国共产党很重的拖累 那明老师 三个观察吧 第一个观察就是美中的这个会谈呢 将来可能迟早还会再来的了 即便这次不顺利 因为双方都有谈的动机 那双方下次做什么动作呢 我们还不晓得 不过我们要注意就是第一呢 我们要不断的提醒 然后也希望说我们在美国的朋友呢 也注意这件事情 就是美中在谈判的时候不能牺牲台湾 这点我们一定要抓紧 所以台湾要注意 第二点台湾内部要注意到就是 中共一定会设法渗透台湾 破坏台美关系 我们自己可以掌握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现在想说寻求真相真相 真相到底是什么 一句话说 真相就是中共现在正在极力掩瞒真相 这就是真正的真相 好 第三点 所以我们从这次的文宣可以看出来了 刚刚不是讲说 拖出200多辆车只死6个人吗 当然你可以解释说 另外的200多人都已经先跑出来了 你以当时各位看到的 所有消息跟视频 你要算算看 到底跑不跑得出来 都很清楚了 所以中共的文宣呢 这个台湾人要看懂 全球华人也要看懂 你要晓得中共在撒谎在骗人 骗了很多年了 如果说当年的这个 三面红旗大药镜死个三四千万人 他都给遮盖的话 这次遮盖几百人或上千人 他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前两年的武汉肺炎不也遮盖了吗 然后去年大水灾不也都遮盖了吗 所以大家看了这么多 应该晓得不要再上当了 要看清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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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